哈喽,是我! 哈喽,大家好,我是素小明 相信大家看了不少YouTuber 現在都有排一個拉麵 那個拉麵叫做 韓國冰拉麵 但是我發現我好像沒有買到這個麵 所以我需要找贊助 可是我不懂要找誰 讓我想一下 我懂要找誰了 昨天應該有不少人看過阿元的影片啦 然後他也是有拍冰拉麵 然後他自己也講咯 裡面有五包冰拉麵在裡面 然後他吃了一包 應該還有四包才對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找他來贊助我咯 然後現在我就要去他家 看他會不會贊助我 Let's go 哇,真的是很重咯我覺得 因為我拿著的是相機啦 就是那個7TB 然後是有點重啦 因為有點重量 就不像那種輕的相機 就是比較重一點的相機 我就是一隻手這樣拿著吧 所以 如果一直這樣拍的話啦 我相信 我很快就會練到手臂的肌肉了 OK,我們終於到了阿元的家 我現在要下去跟他借麵了 Let's go 阿元 喂,走走走走 我有東西要跟你講咯 就是哦 你可以借我 東西嘛 借我 麵 我要跟你借麵 可以嗎? 那個韓國丁拉麵 可以阿 可以阿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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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現在可以給我嗎 我等你 好阿 OK 我終於找到贊助了 YES Thank you Oh fun 終於找到了 我終於找到贊助了 贊助買你這包 哇 這個贊助好咯 這樣我可以多一個請求嗎 你可以出來先嗎 就是你贊助我麵嗎 是不是 就是你是我的贊助我可以跟你合照嗎 好 OK咯 沒有問題 我給你合照照 就是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OK 唉唷不夠高了 不然我墊腳我墊腳 OKOK OK所以麵已經借到了 現在我就要去煮麵了咯 我相信裡面的料也不用多做解釋了 因為很多YouTuber也介紹過了 所以我應該也是不用再介紹了 包裝裡面有辣醬咯 芝麻還有紫菜咯 還有麵咯 OK 現在我去煮麵先 你們等我一下 OK麵我們已經煮好了 然後下一步咯 我們就是要 冰 就是一碗冰水 我們現在去拿 現在我們要拿冰來敞進去 喂 沒有冰了咯 夠了咯 OK冰水已經有了 現在我們就要把麵放進這個冰裡面 然後再攪拌 攪拌給它變冰了過後 再加兩粒冰在麵上面 然後再倒剩下料下去 就可以吃了 最近天氣很熱 我整身汗了咯現在 要攪拌一下 聽其他人講咯 攪拌的話咯 就會讓那個麵更有彈性更好吃這樣子 就這樣做啊 為了當自己好過一點 OK我覺得攪拌到差不多了 我現在拿起來了 OK現在我們加上那些料 芝麻還有紫菜 還有這個辣醬 聽他們講好像很辣醬 吃到他們那個嘴唇很紅啊 我覺得 我不會啦 我試試給你們看 我挑戰 芝麻還有紫菜 OK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 現在只欠兩個冰塊就可以開始吃了 我覺得兩塊不夠咧 我加多兩塊 OK再攪拌一下先 那個味道好像美味這樣 OK一切就緒 我們現在就開餐 哇 好吃喔 好吃好吃 真的好吃 哇真的好吃 這真的是我第一次吃了 也算是挑戰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挑戰 因為真的是很好吃 對我來講啦 這個辣度是剛剛好 Woo 對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啦 這些麵冷冷醬 好像很蛤蜊醬 但是我覺得不會啦 因為放在一盤冷了的麵 跟這些放冰的那種冷麵啦 吃起來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種是蛤蜊的感覺 可是這種不會 這種就是冷麵喔 不會蛤蜊的 而且還很好吃 它是冰 它不是放在一旁冷了 它是冰 我就覺得還好啦 現在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個辣度還沒有飆上來 就表示 我是可以承受這個辣度的 哇好吃喔 非常推薦 雖然剛剛我放了芝麻 還有那些紫菜啦 可是 不懂這麼啦 我現在試試一下 好像都不見到完了 不過咬的時候還是會咬到 快要吃飯了 哇吃完了 一個字 讚 我覺得喜歡吃辣麵的你們啦 一定不會錯過這個 因為這個是冷麵 口感也會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啦 真的是蠻好吃一下的 它比起普通的辣麵啦 這個辣麵的辣度 消低一點 而且它又有放冰塊咧 如果你覺得有點辣的話 可以吃一點冰塊 解一解辣這樣子 OK 總結來講咧 這個冷麵是值得推薦的 我都是說實話的 真的是很好吃 雖然講 不是好吃到 怎樣怎樣很厲害這樣 可是真的是真心推薦啦 這真是好吃 以辣麵來講啦 這一個應該是我唯一 會買第二次的辣麵 就是冰辣麵 普通的辣麵呢 我吃了一包夠啦 我就承受不了 我覺得 我不會再吃了 我不可以當做是 真餐來吃這樣 可是冷辣麵又不一樣 因為它口感很特別 再加上它的辣度啦 不會比普通的辣麵 那麼辣 所以我覺得我會再買第二次 如果普通的辣麵 就是第一袋的那個辣麵 是兩星的話 這一個冰辣麵 我會給四星 真的是非常好吃 值得推薦 OK啊講了這樣多 影片也到此為止了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可以按讚然後分享 當然可以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然後再告訴我 你們希望我挑戰什麼 如果是在我能力範圍之內 我就會挑戰給你們看 也不要忘記按那個鈴鐺喔 謝謝大家 然後我還要謝謝 sponsor我的那個 sponsor啦 Peace